我覺得另外一個是一件事 香港人如果用左佬現在扣我們懷免殖民地 去為英女皇鞠躬 香港人其實都很聰明 有些人都這樣說 例如MIRROR那宗意外 工業意外 是很緊張的 很認真的 為什麼呢 其實我們某程度上 當我們面對政治的問題 我們大家都覺得電親都是有事的時候 這些位置 知道是沒有事了吧 MIRROR 工業意外 我幫忙在這裡追討 例如ViuTV 追李澤佳 我們覺得意正辭嫌的 明正言順的 同樣道理 英女皇過一身 你習近平也好 李家超也好 都發了聲明 我也是跟你路線而已 9月9號 都未開始可以悼念的時候 叫宴的時候 鎮英哥都去了 然後熱鬧呢 北行會條集人都有喘訪英國領事館 被人拍到啊 是嗎 是呀 樓都有啊 我們就借這些勢 如果用你剛才的套路 借你這個勢來表達我的不滿 都是一種protest來的 某程度也是 所以那些人是不介意呢 四點鐘節籠 排到八點都去了 昨天 因為最後一天是假期嘛 你想一下中共怎麼對悼念這麼緊張啊 上綱上線啊 四五天安門事件 悼念周恩來 引發四五天安門鎮壓 跟著六四是怎麼來的 悼念胡耀邦嘛 他最擔心的是什麼 香港人悼念英女王引發 大規模群眾上街嘛 他最怕是這樣的啊 沒那麼誇張我 所以他就叫停了 他是不是too worried那頭啊 他自己鬼影彤彤 你要明白 心中有關心的 做了壞事的人呢 整天都覺得我走過的時候 是不是那個人瞪著我呢 為什麼整天覺得後面有人跟蹤我呢 是不是 做了壞事的人都會是這樣的 如果你說由亂入治 現在充滿罪道自信 是不是 由治入興 這樣的話 怕什麼呢 就算你一百萬人悼念英女王又如何啊 哇 顯示香港人詳情 香港人有中國傳統的美德 柔德 改善中英關係的最重要的標誌又可以 是啊 問題不是 現在第一 卓慧斯反華 反共 接著整個英國顯示出來的制度自信 將中共比下去 這下最難受 很簡單 一些充滿心理陰影 和這個情意結的人 你很難跟他做朋友的 真的 你講一句話 他又會覺得 你又想想會不會得罪他 是啊 評論一下一句新聞 或者看完這個拜仁對巴塞 講一句又著了 接著吃飯的時候 你叫一個英國布丁又著了 吃一個威倫敦牛扒又著了 還叫這個倫敦煎酒又著了 那你沒辦法跟這些人相處的 只有第一 敬而遠之 第二 不理睬他 我說這個就是精神病的象徵來的 一集體精神病來的 那就糟了 然後接下來的世界盃 看上一次英格蘭的戰績 其實這次真的有機會 應該都打入到四強 那香港人呢 你都見過我們的歷史 或者我們的經驗 一見到英格蘭的時候 就是大家都發狂的 雖然對巴塞這麼多年來 都是不一般的 喂 那他不是亮了燈嗎 接下來的世界盃 如果能入到四強的話 更厲害 我覺得這次11月 如果到時真的 這個疫情的防疫措施 大部份已經回復正常 我想到英國出賽的時候 三思旗 米志旗 一定會蜂擁而出 不過我就決定這次就不拿三思旗了 因為加拿大歷史上 第一次打入這個世界盃決賽之後 這麼厲害? 是啊 多了 我們有球員踢拜人的 你不要當牛的 真的 所以加拿大女子足球 就跟美國爭取世界冠軍的 加拿大女子的水平 男子就今屆第一次打入世界盃 所以就決定去捧加拿大牆了 不過英國都是... 留給我們吧 留給我們英國 到八強就要捧英國了 通常可能十六強已經沒有加拿大了 哪有十六強?加拿大厲害了 你明白嗎?他為什麼把握不了 這個香港人對英國的感情呢? 他經常都以為是文化殖民 於是就要億虎私填 不斷唱衰 由南京條約紀念 不是早兩個禮拜嘛 紀念180年南京條約 接著又說鴉片戰爭怎麼衰怎麼衰 英國人怎麼衰怎麼衰 又要說去戲院看完戲 又要唱國歌 不然就抓你 不斷去製造假新聞去抹黑英國 他解決不了一個問題 最根本的問題就是英字帶給香港的文明 還有你想想英女王的歲月 我們覺得為什麼這麼好? 因為當時整個亞洲印之半島 漫天風火啊大哥 你想想越南船民 1978年會風號天運號 一船一船的越南人走來香港 第一收容港 二十萬船民香港當時收容 你想想 接著柬埔寨、遼國、緬甸 多少華人走來香港 我就說朱鎔龍的家就是緬甸華僑 徐克那些就是越南華僑 很多是越南華僑的香港 不是說匯豐號那一班 再早一點 內戰的時候 未攻陷西貢已經走過來了 有錢人 全部另外在印尼大華 二十五萬人 回到大陸 其中我想超過一半來香港 這些人就是在英女王下面 找到一頓飯吃 然後大陸就搞文革 你講開在七八十年代的時候 確實在整個亞洲 你不要說中國 大家都知道有什麼事了 其實很多地方都是獨裁的政權包圍 例如菲律賓也好 南韓也好 台灣也好 馬來西亞、新加坡 大家覺得最自由的地方 反而是選了香港 所以你能夠成為亞洲金融中心 甚至後期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基本原因嗎 其實英國對這麼多殖民地 在亞洲來說 對香港算是不錯的了 OK 例如說很多人都在說他 他流走的時候 總是扔下了一堆問題 反而在香港的問題相對比較少 不是 我反對你的說法 閹字埋低 撤出殖民地一定埋地雷 他埋了一個最大的地雷 就是2019年 OK 叫董建華 董建華我講二十年了 大佬 你想想他做了十年的特首 是吧 做到1997 不是 做了七年了 嘩 做了零四 做了七年左右 然後接著連結香港基金會 繼續影響香港 他的頭碼楊振英上場 接著再祝福林鄭月娥 結果搞了19年的送中 他自己就搞了一個03年的23條立法 是不是 港英埋地雷 就是1992年 譚定康委任董建華 他要做行政局議員 這個是最大的地雷 你不要開玩笑 我說真的 那倒是 如果他送鄧蓮儀給你 那倒是 當時的Plan A 其實是鄧蓮儀 鄧蓮儀做副港督 然後過度去做特首 中共不接受 知道 聽過這個說法 是啊 他自己要選一個中式地雷 那我計銀行命康就把他推去 所以我說英國包藏和心就是這樣 第一個最大的地雷是董建華 第二個最大的地雷是法治 你現在看到 他現在拆了香港法治 就是因為法國在保護那些黃絲 他說 嗯 嗯 公務員 繼續幫黃之鋒郵寄宣傳刊物 選舉的時候 找曾德成整頓 這個是郵政局 叫曾德成都沒辦法搞到 第二個地雷就是法治 第三個地雷就是自由 你這樣搞法 等於很簡單 我第一次去台灣1989年 台灣中部去雲林園 跟那些農民 那時候台灣的黨外運動 招呼我們新潮流那些人 去跟那些農民聊天晚上 第一 我就發覺台灣的農民 上一代 年紀大那一代 講日文的 第二是什麼呢 他們一直說日治時代怎樣好怎樣好 國民黨時代怎樣壞怎樣壞 他講來講 他講一件事地租 他說日治時代 那些水利建設 他說現在台灣農業裏面的水利建設 是日治時代的 我第一次很大的cultural shock 你知道嗎? 我一直都相信國民黨的宣傳 是掌視父子令到台灣人安居樂業的 但是那時候我才真正第一次發現 日治時代那五十年 為什麼在台灣那些農民心目中 會這麼懷念這個日本人呢? 對我當時的做壞交流是很大的震撼 是啊 我比你稍微稍微 我是看海角七號那套戲 我才猛然醒覺原來台灣人 可不可以問回台灣的朋友 他們真的原來對日本的殖民統治 是不是覺得很大的反感 還有很大的反感 還有他們的日本菜你去過的 台灣吃的 有這麼長的水平 他們不是很討厭日本人的 不是像我們的上一代 我們的大中華 例如我阿嬤 我阿公那些 就算我們去日本旅行 都很麻煩的 是不是? 真的不是的 奇怪的 同樣道理 你強硬逼台灣人 反日和香港人去反映 其實真的是徒勞無功 就是用你剛才的邏輯 就是是不是超過了 矯枉過正 今天《大公報》這篇文章的時候 其實你不提好就提了 原本我們都想著說英雷王都說到謝 從上星期五開始說到現在 是不是? 本來都已經告一告一段落了 大家都忘記了它算了 年紀大就會過身 無論是誰都好 你還拿來說? 但是如果現在看這樣的勢 我猜一下 就是《大公報》 今天9月13日發這個 《瑞瓶從英雷王勢勢向香港的去籍文化》 是可能會持續的 真的用你的說法就是下命了 是 吹雞文來的 是不是? 就是無論在教育的範疇裡面 甚至我估計可能在街道開始 醫院啊 什麼學校啊 任何有英國特色的那些 可能它都要借這個機會來剷產它 幾樣東西我覺得會做 第一 那些什麼維多利亞公園 皇后大道那些名字要剷除 去籍化嘛 之前的左佬在中西區區議會提過的 第二 什麼呢 我覺得 政府建築物 伊犁沙伯醫院啊 伊犁沙伯中學啊那些 改名 第三是什麼呢?去籍化嘛 是的 名字改名了 第三是什麼呢?就是要益苦思甜 大量的左派文藝團體啊 電視節目啊 要揭露英治時代 香港這麼混蛋 黃禎又有飯開了 繼續拍《丁豪》拍 永續《丁豪》啊 為什麼《丁豪》拍這麼多次啊? 我看了幾次了 呂良偉又做一次 然後看看現在又到這個 恩子丹又做一次 下一次 我想黃禎自己親自上陣做《丁豪》啊 永續拍《丁豪》 為什麼呢? 揭露殖民地行賄受賄 但是如果你是他 你給他一個計劃 你站在他的立場和角度 你給他一個計劃就可以了 叫他平反了六七年的報道 是嗎? 因為港英最大的壓迫對香港人 或者是對左派的 其實就是在反英抗暴的時代 封報紙 拉人封艇 在街頭怎樣打左仔所謂的 喂 其實你為這一場運動去做平反 是不是會徹徹底底一點呢? 英國人... 《丁豪》平反了 阿土 他不是頒個大紙巾給鬥委會主席楊光啊 工聯會 那你現在想一下工聯會 麥美娟啊 吳秋北啊 每個都上了位 掌管香港人命脈的 麥美娟管民政事務局的啊 幾百億預算啊 用什麼呢? 喂 購贊的那些左傢伙 天天上演這個鴉片戰爭 南京條約 一直上到反貪污髒割拍韓德 是不是? 然後整個紅蘇綠眼 反正那些鬼佬演員在香港沒得搞 好像日本演員在抗日神劇扮日軍一樣 請幾個鬼佬在那裡扮殖民地總督 香港人連港督的歷史都不懂 不要說英國歷史 是啊 他們連港督 彌敦啊 保寧啊 做過什麼事情 戴維斯做過什麼事情都不懂的 第一任總督是誰都不知道的 但是他就要告訴你 現在很快 學校又要改課程了 告訴你 去殖化嘛 又要加入這個 鞭撻港英殖民地歷史 但是我就說他糟糕了什麼呢? 好像你剛才說 他平反六七就行了 不過他自己又否定了民革嘛 是 出事 共產黨就永遠都是這樣嘛 他車的軌跡這樣又左右又左右又左右 你都不知道跟哪條線 你怎麼平反呢? 是不是?好了 因為你一討論到六七暴動的時候 你就會說 其實這個是因為 就是民化大革命 在香港的延續 好 你又否定了當年內地的文化大革命 這一套的 泛政治化的路線的時候 搞一下搞一下 你自己是會撞車的 是不是? 他現在有一個新版本 阿土 有一個新版本 香港在英國人管治下邊 階級矛盾占 於是在1967年就爆發這個階級矛盾 所爆發的社會衝突 現在是這樣的 不說民革新年了 即是當年陳婉嫻的說法 陳婉嫻你記不記得 跟麥凱在黃大仙選那次 大哥 差不多 拿去拖 我們就拿這件事來講 記不記得? 我跟陸記說 你一定輸的 我握著鋪 我說你一定輸的 輸了十幾個比 那怎麼辦? 我說1967年來講 我說黃大仙 從1967年來講 差點贏不了陳婉嫻 那次 差點這麼多 我們叫他這麼多 然後整個論壇裏面 拿了67年的暴動 說他到處扔菠蘿 拿來動他 記得嗎?當年 是啊 說工聯會到處放菠蘿嘛 影響香港 反而反而反 他就夾住了 你想一講到1967年 連香港人的回憶都回來了 1967年香港人是第一次記在殖民地政府那邊 如果共產黨要解開這個心結 他真的要看一下1967年 香港人以前從來都當仕頭婆是一個高高在上的 我們跟他無關 六七年之後 殖民地政府發動深戰 當時的中士園 工商界 張仁龍 鄉議局 到普通市民 商業電台 全部站在殖民地政府 鎮壓那邊 不是像今次那樣的 香港當時主流民意是鎮壓左仔的 左仔本來是拿到民意高地的 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工台真的是基層工人來的 最初的時候 到炸死北角 清華街 那兩子弟之後 整個民意逆轉了 放炸彈 放北角電車總閘 放清華街的時候 英國就發動深戰了 商台那個DJ叫什麼? 林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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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都是商台DJ 他不是DJ 節目主持人的事事評論 每天都在罵左仔 髒冷革沒有來歸格 下流賤家 我記得這句 這個節目叫做肉罷不能 嘲笑他們罷功罷極都罷不起 所以我說人家不是心戰 當時負責深戰是誰? 你記不記得當時立法會 香港總商會有個代表 叫做Jimmy McGregor 記得Jimmy McGregor 記得Jimmy McGregor 後來做了民主會的嘛 在1990年 他不是當時六七暴動的時候 負責深戰的 嗯 Jimmy McGregor就是負責深戰的 所以我說你沒得學的 坦白說 最終為什麼會這麼一個肥大媽 看到一個美女的心態 宣布圖心態 就是香港人所擁護的英字的文明 他最難撐的人心向背這句 嗯 他就說現在我們愛國者治港 他才覺得現在是最好的嘛 但是香港人又沒得上街示威 又沒得反對又沒得選舉 唯有排隊去悼念 就是這樣的嘛 嗯 所以我就說這個 這樣的心態治港呢 我告訴你 這種變態心理去管治香港 英國人管治香港 是殖民管治的了 不過英國已經經歷了這麼多年 沒有再這些民族的變態心理了 但是中共的官員 仍然存在一種這樣的什麼雪恥啊 屈辱啊 這種這樣的變態心理裡面呢 是沒有辦法管理好香港的 我敢捨包丹 一百年之後啊 都搞不定啊 我告訴你 嗯 還有剛才你說 你英女王啊 MIRROR那些呢 那你拿這些發洩的出口出來 去發洩 你說由自入興 或者是亂變自入興 其實在整個過程裡面 香港人始終都是心心不分的 你肯花三四個小時 周圍一個跟我們這麼遙遠的人 時間上很遙遠 其實距離很多 其實我們對他真的沒什麼感情的 還有英女王告別香港都整二十幾年了 沒錯 他又不是在英式的制度裡面 我們有讀過書 他知道那個constitutional monarchy 其實誰都知道不是他職業管治的嘛 他真的每個禮拜去跟那個首相聊聊天 問一下 是呀 是人家是Figurehead來的嘛 正如加拿大一樣 你怎麼看英女王 你怎麼會有什麼事呢 找杜魯多啦 找英女王嗎 大佬 剛剛這麼巧 就是剛剛遇到剛剛 那些人是借這個機會 就是表達對他的哀思 其實某程度上你都要反省一下 是不是借這個機會告訴你 我告訴你 我對你二十幾年來的回歸之後的管治 是有很多不滿的地方 他寫到這個message 我告訴你 《大公報》這篇評論 他是寫到這個message 只不過他不承認的責任在自己那裡 他就把責任放在香港人那裡 就說你們是戀直 他不承認自己這二十幾年來的管治失敗 我就說如果港人治港是一個大敗局 為什麼執掌權力的共產黨是沒有責任的呢 全部責任在黎智英那裡 在李柱銘那裡 陳方安生不可以 不是吧 黃之鋒 周庭還沒出生 還有那些從來都沒有掌握權不債 除了陳方安生之外 從來牢牢拿著權力 所以我說為什麼港英最大的地律是董建華就是這樣 從來掌握著香港行政權力的 所謂反對派只是行使veto power 到你做了一些很offensive的事情 才有能力發動民意上去阻礙你 每次新水新汗 要行六七個小時 是吧 是這樣來阻礙你 你現在就說 香港人戀直 是吧 借台發揮黃絲評論員 問題到今天 所以我說他為什麼沒有能力管好香港 就是這個原因 很理性地說 不帶任何感情 是因為 你從來沒有反省過 這二十幾年來 港人治港失敗的真正原因是什麼 不斷找藉口 你想想我們九七前聽什麼 徐四民說香港電台 是吧 接著就李柱銘唱衰香港 漢奸 他走狗 賣國賊 接著就到林志英的《蘋果日報》了 現在沒有了 我想說 第四個也有陳日君 天主教了 那現在怎麼辦呢 現在香港人排著隊去悼念英女王 不肯不下 就是這麼簡單的 所以又會再出重拳去打香港人 蔡若蓮又會出一些 去直化的教育措施出來 所以我說很簡單 接著大家又要讀鴉片戰爭的歷史 本來香港人都不懂的了 那些港督貪污史 結果又再了不起 又再大家辯論 所以沒得救的了 我告訴你